记者曾建明新北报道,新北市消防局今日上午时时许接获29岁陈姓女子报案, 支撑自己被反锁在泰山区全新路一处民宅内,急需破门抢救, 消防人员起初以为有民众生命垂危,不敢大意,大批人车到场救援, 未料抵达后才发现原来是住户纠纷,现场房客疑似未按时缴纳房租, 而房东未迫使对方缴交租金,竟用铁链锁住大门不让房客出入, 索性陈女豪发无伤,虚惊一场45岁陈姓房东事后向警方指称, 该陈姓男房客积欠2万多元房租,多次催脚未果, 日前还向其他房客代收电费后不知去向, 他因担心房客返家取走随身物品后消失无踪, 才会拿铁链将锁门,并不知道其女儿正在屋内作林右舍 也向警方表示,陈女父亲以打零工为生, 但疑似染上毒瘾,时长乳不敷出,也先少返家, 林口分局表示,陈姓房东的行为已构成妨害自由罪, 他事后虽然声称屋内不知有人, 但警方仍会依妨害自由罪嫌人办, 后续也会找来陈姓房客到案协助调查。